大家好 大家好 我發現我看不到你們 是嗎? 不要緊,我們看得到 看到了 大家好 大家好 Martin的頭髮今天都穿得挺高 是啊 還不錯 因為待會還要開會 所以今天過不了Studio 和你們並肩作戰 但是今個月 早上應該也有些事情要早上 但是我想 我想開始說 我們今個月 或者這兩個星期之前 我想提問 我已經有點跟不上 我自己有說過些什麼 究竟最近的事情 好不好呢? OK啊 我記得你上次還有說9961 是啊 是啊 OK啊 9961 9961 既然是這樣的話 9961 那個頭髮的原味 究竟吃得很好 其實我今早 講 我今早在另一個節目 是的 另一個平台在另一個節目裡講 就是攜程呢 就真的是 早上了 是吧 390多 是不是 今天就回了一點點 然後就是市 但是 我自己看就是 你看到清明 內需爆發性地需要去旅行 OK 接著 你現在始終人民幣比以前 貶了值 還有 不是我講的 而是CPI Figures 告訴我 就是中國的Consumer Price CPI 它原來 剛剛上個禮拜 四 不是公佈了內地的CPI 三月份數字的 嗯 那是只有0.幾%的增長 是不是在說 但是原來 剛剛看回Bloomberg的數字呢 是剛剛過去一年 是剛剛好 剛剛好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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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什麼呢 那個CPI的數字 都是 升或者跌 不夠1% 嗯 就是 以前經濟增長的時候 就CPI 2% 1.1%的增長 就非常的好 是不是 但是原來 剛剛 看回Bloomberg的數字呢 是剛剛過去一年 很多時候 那個CPI的數字 那個波動 有時升有時跌 但是那個升跌 都不到1% 嗯 那 這件事就很神奇了 因為 喂 明明疫情啊 明明通關了 為什麼會 就是日本旅遊 你試一下 現在就是日本旅行啊 或者到處都復常了 是不是 看運動啊 很多事情都復常了 但是為什麼反而 就是內地那個 那些增長數字這樣 所以變成 你會見到就是說 其實內地那個 就是 面對著 需要經濟增長的壓力 還在那裡 所以變成 很早兩期就提到 就是說 旅遊啊 這些數字真的要 各省各份 兩會裡面都是講旅遊 這樣 這樣 而你看到清明的時候 也是人山人海 這樣 還有你看到現在 內地的遊客旅遊呢 也都跟幾年前 那時候的土豪年代不一樣 現在土豪消費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誇張 還有就是說 很多時候你看到人民幣 始終這一年左右 貶了值 那出去消費 那不如回回內地消費 因為出去還要簽證 簽證還要排 對不對 所以變成其實你看到很多的 內地的旅遊出現了 還有這幾年消耗書 那也都帶動了很多的景點介紹等等 那所以 那所以 潔情我覺得 是 要看的 但是 有一點點保留 但是 大定頭頭位就是什麼呢 它現在去到23倍PE了 400元未到 已經23倍PE了 那 那 那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 好像 去年那樣 整個 7倍 6倍的盈利增長呢 那 我不知道 但是純粹用 一個 機會率去計算 23年已經增長了 6、7倍了 24年又增長了 6、7倍 好像 好像 未必有這麼多 所以變成我覺得 改成可以繼續看 但是要看著PE來看 我就會這樣去暴署 那所以如果 潔情要繼續 早上的 那 我們剛才的主業跳走了 但是 我也看到的 潔情 我們有好幾隻 那其中一隻是 450元的 是的 450元的 潔情呢 就是這個 2、3、5、2、4 找到今年 12月3號 那儘管看一下 但是其實我覺得 你要去上450元就 難一點 因為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可以看著PE 看看有沒有機會 炒到400元 樓上 這些位置 所以 還有你始終 在籌備著 五一 黃金周 大家又去哪裏玩呢 就是 究竟是 回 很久沒有見 不是很久沒有見 最近大家有沒有留意 不知道有沒有大家留意 如果你有見到 綠色小巴 經常見到就是 去深圳吃牛肉 就要去這個白合理 有些什麼 對 我有沒有留意 你沒有留意 我最近見到很多 綠色小巴 賣廣告 竟然是賣深圳餐廳 叫做什麼 八合理 一打八合就有了 八合理牛肉 是的 是的 就是 綠色小巴 你要知道 綠色小巴 是一些很香港文化的東西 因為它只是逃經一些 地鐵不到的地方 地區性的東西 地區性的小巴 所以這個地區性 這麼標準的小巴 但上面賣廣告 在一間深圳餐廳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 我們不是在新界看到的 而是在港島區的綠色小巴 怕港島人不知道 因為它賣深圳的餐廳 所以我想大家有 剛才說到港車北上 復活節我上了去 港車北上去到什麼 我去到榮創 對面的酒店 五、六家 香港車牌 不是中港車牌 是香港車牌 停在酒店那裡 嗯 接著又開始 也有些朋友說 譬如上去打龜爾夫球等等 其實來經港珠澳大橋也好 來經島 黃江紐漢也好 其實是真的很方便 方便到是什麼呢 你由港島區去粉嶺打波 可能都要一個多小時車程 是不是 你由港島區去到連花山打波 都是兩個小時車程 所以會看到其實 旅遊消費這些數字 會在那裡 我覺得攜程可以多看一會 講到攜程 講到消費 可以馬上踩下去 下一個招頭的目標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 Yen 當然要講 Yen 留在最後才講 我先講了人民幣 嗯 是的 人民幣 USDCNH 但是呢 我們剛剛今天 我出了兩隻Yen的招數 其實有一篇號 10249好像是 我忘記錯了 明天會在我的網站上 但是呢 如果你在我們的網站按CNH 就是離岸人民幣的話 CNH的話呢 就會見到 其實 七個二毫五千九 七個二毫六 大概的了 所以其實 剛剛上個星期 剛剛我講了 內地經濟數據 剛剛好一年 不升不跌 就是一直都是不到1% 這樣 那變了其實 都真的要想一下一些辦法 去捉回 刺激一些經濟 剛剛出了什麼 國九條 是不是叫做國九條 是的 剛剛出了國九條 都是這些東西來的了 都是想刺激那個經濟 所以變了 你先不要說人民幣 就是 它 加息就沒有什麼空間了 就是會不會減息 還在說 還有很多國策會出來了 所以變成 那如果 人民幣匯價 有沒有轉強的空間呢 這個 大家 心中有數先 另一方面就是 美金強 這個就不用說了 剛剛 剛剛 又是上個星期 出完CPI 就是 3.5% 3.5% 3.5% 按年增長的時候 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今年二、四年 是沒有跌過的 嗯 所以變成 你 3月中 那時候 說 預期 今年 會 減息三次 那句說話 究竟 已經是 成為了歷史 還是什麼呢 所以變成 你見到 美股又震一震 你看到外匯 就是 最近 剛才都說了 很坦白地說 我也在計劃五一有沒有機會飛飛東京 是不是 因為實在太便宜了 請兩天放五日 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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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分享一下 我和你真的有代溝 為什麼呢 今早做節目的時候 講 5元 的 5元 兌100日圓 是1990年的事 於是我就分享了什麼呢 1990年就是 我大概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那時候我只有十多歲 十多歲 左右 1990年你十歲 1990年你十歲 我七九年出生的 哦 那我們其實 十多歲 十多歲都還沒有到 十多歲 你不要說了 你不用說了 我不出聲 唐牛也不用出聲 但是 但是 我這個頭 真的不是漏 哈哈 那接著呢 於是乎 就想起 原來那時候 真的是5元兌100日圓的時候 所以 現在回來 5元兌100日圓 最慘的是什麼呢 你看到日圓呢 那時候 升上去153 升穿152 去到現在153幾 說好的支持呢 說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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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好的干預呢 說好的 說好的任何市場波動 完全沒有出現過 所以變成了 你看到 那些美金的好倉 一方面就是看著 聯儲局那個開會的日程 就是剩下六次 那再加上CPI的數字 那基本上 還有就是說 就算日本給它加息 都不會加到好像 原儲局那麼aggressive 就是之前啊 那所以變成了 那個息差依然在那裡 那你見到 美金的強勢 那你見到 還有講起美金的強勢 我們這個weekend 我和你朋友說的 它對瑞士法郎都升了很多 那個瑞郎都跌了很多 那所以其實 不只是日圓的 而是整條線 那正正因為是整條線 那個美元強的時候呢 我就更加看過人民幣 因為人民幣是最嚴重的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所以變成你看好人民幣的 那我們有一個10145 10145就是7.3 銀錢 那去到九月到期 那都有十七倍槓桿 那看著來做 是不是 看著來做 這個是看好美金 那當然如果你想看白美金 我們有產品的 那就是隔離號碼 但是詳細我就不講了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是希望能夠擁有頭 是不是 擁不擁有就不知道 所以繼續看好美金的話 我們有一個10145的 是 然後 然後 順帶 就講完日圓 講完日圓的時候 日圓 我們 都等不及了 我終於都屈服了 我今天在 我今天都 真的抽了一些時間出來 港交所申請了 我出了新的多拉圓 的 就會在今年年底 12月到期的 編號 我現在真的 是純粹靠記性 我記得 好像是10248 10249 如果我記錯了 明天大家自己更正 明天自己更正 10248 10249 現在應該 未有產品 即是Corp一對 是的 Corp一對 那麼 12月到期 剛才說了 Call看好美金 我放到159 159 OK 159 我不放160了 免得這麼大位 我放159 我放159 那其實都是差幾日圓 可能上一天已經到 是吧 就是Pot 我就放在139 139 139日圓 就低了很多 即是 升到這些位 如果 如果真是回吐 可能有幾多的空間 但是暫時來說 都是 劍步行步 如果有需要的 154日圓 今天我們有一隻 10079 6月到期 上次很久之前 Martin已經推過這隻 厲害 我都玩過 有記性的 我自己都不記得了 我都不記得了 但是 毫六指 今天再升6% 那終於到行駛價了 154 但是 但是 過不過得到呢 有沒有得上呢 還有還有兩個月 留意一下時間值選號 是的 因為這些外匯率 過幾天 臨到期的時候 這些時間值選號都有的 所以要謹慎一點處理 這個 但是暫時來說 譬如 等不及了 明天要買了 10079 154日圓 如果你等得及 等我們上新的 應該是10248 159的行駛價 就玩到12月了 好 等下 10248 就是玩開10079的 所以選一些長新的 可以換馬 沒錯 因為我記得 這個真的 如果沒有吃到 就遮到君佬那麼高 你的頭 這個 應該是一個多兩個月前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玩的時候是0.10幾 其實 你問我 我覺得我有少少少好幸 是 好幸是什麼呢 那時候是怕日本一家 會整個走勢反轉 是 是 誰不知 日本一家圓 再踩多它兩腳 哇 那些美金好倉 真是厲害 我只能夠說 是 偽高人膽大 所以現在反而 我覺得 早那一陣子 那些港股出業績那期 其實一直看著市盈率 其實都有幾隻 譬如葵程 這些簡陋股票 但是 剛剛這個幾星期 後一星期 清明之後 市立了一些 你看到恆新指數 都是 還有現在又說 又說中東的局勢又緊張 又等等 所以你看到那些指數 那些股票的東西 就立了一些 反而外匯 所以我覺得 未來這一兩集 最初應該都是 看看外匯 但是 又給我多一隻 還有幾分鐘 都給我多一隻 好啊 如果你按回我們的主頁 那你就會看到 大唐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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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放在這個 AQ ETS 是的 但是其實我想說 三一八八的 不是二八二三的 哇 戶心三八 我們有戶心三八 可能剛剛 剛剛的filter滾走了 是 三一八八 我們有一隻 二三九零四 三九零四 明年四月到期 四十五元 那你見到戶心三八 其實今天升到1.7% 今天市場跌二百多點開始 但是A股其實正在升 因為就是剛才說 各九條這件事情 嗯 是的 所以 你會看到 其實 我之前有看到就是 其實今年 特別是踏入了農曆新年之後 二月後 其實A股升得挺好的 36元左右 一直升到40元 接著升到40元的時候 這一陣子可能見到 始終有一些內房 那些又被人告破產 有些事情 那氣氛又差一些 但是 今天 或者上個星期五 一碰到那條50天線 就整個各九條出來 那今天又夾上去 嗯 所以 你開始見到 有些 政策上都意識到 真的要出手 去幫幫一些經濟 因為剛才都說了 其實 其實 今天的早上 都環繞得 一個很主要的主題 就是 你看到 內地的CPI 已經12個月 不起不下了 你不斷下 都更好些 它還可以大力一點出手 是吧 你不斷升 當然當然最好 你現在 整個年 勾了一年 不想不下 這樣 所以變成 今次這個 九條出來 其實 希望有些刺激作用 你看到A股很大反應 所以我會覺得 冷門一些的早上 可以看回兩隻A股ETS 其中我們剛才是3188 3904 45元的行制價 玩到明年4月 這隻就 可能擺長一點 擺長一點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國策幫到A股 好 有觀眾都留言說 爺爺硬正過港女的A股股 嗯 嗯 是啊 因為真的要幫 你看到 嗯 就是 我 和始終香港 你要幫 香港 香港有幾樣東西 就是 你本身香港有地產 有金融 如果你說香港金融 就不能不提這隻股票了 你猜不猜到是什麽呢 1299 當然是 當然是一隻友邦 哇 跌到 跌到 跌到差點不認得那號碼 四十幾元 跌到不想說 不是說不值嗎 為什麽四十幾元而已 首先 我不應該這麽開心 因為這件比賽不好 哈哈 但是 但是 我看到這兩天的友邦 我就想起 早兩年的 國壽和平安 嗯 真的跌到你驚 真的跌到你驚 那 我純粹 分享我今早的看法 就是友邦 我沒有紅症的 我沒有看淡的產品 很可惜的 嗯 我上個星期 其實有出到 一直有幫call 想著 希望有少少的技術反彈 怎料完全沒有出現 所以大家 這個時候就真的要非常之小心 我覺得風險這些東西 有時候 直不直播 不直播就是不直播 沒得爭的 那為什麽不直播呢 我今早做其他節目的時候 拿了一隻出來 你現在看到友邦 你純粹看回我們的網站 你會見到 市盈率十九倍 嗯 大派息率只有兩厘幾 也不是很高 市盈率十九倍 十九倍不是很貴 不是很貴 你變到跪程那些 都十幾倍 二十倍 小米都二十倍 但是 你拿一隻匯豐出來 看看 隔壁的匯豐 都是香港數了數二的金融 有不同類股份 匯豐最近升到 六十三、六十四元 是 它的市盈率只有六倍 嗯 七倍都不到 派息率有接近四厘 香港現在擺定期 都是三厘九 是吧 那匯豐它派息率有接近四厘 那所以 你 沒有比較就沒有輸贏 有比較就立即發覺 那你會選買匯豐還是買友邦 是不是 你會見到匯豐那個時營率又便宜些 派息率又高些 最近走勢也好些 所以變成 我會覺得 就是有幫 我自己沒有紅頂 我不知道大家能否找到 市場上有些什麼選擇 但是 我就會覺得有幫 就小心些 所以變成你剛才提到 就是觀眾朋友提到 好像內地那個刺激作用明顯 比香港 其實香港有其他東西拖著後腳 例如本身香港的地產 又或者是類似金融股 你只是有幫 有幫曾經都是重幫籃籌 來的 現在都是籃籌 都是大籃籌 但是 這樣跌法 有一點點像之前美團 都誇張的 你看看一條十天線 說57元 它現在正估47 很恐怖 很誇張 差10元 47元的差10元 很厲害 你要真是很偽高 人膽大 你才夠膽看升 我只能夠 那也是那句 對 週末 沒有 不賭 又怎麼週末呢 真的要的 我們有隻 70元 哇 最近的那隻 都是10元 最近的 10元 還要10月到期 其實我真的覺得 不要亂 都沒有價錢了 已經跌到沒有價錢了 所以 不要亂搞 搞它了 是的 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不過今天見友邦 除了友邦之外 那些評寶都跌得誇張 238 238 都試回落下 是的 保險 最慘的是 你看著國壽這樣跌下來 你看著平安這樣跌下來 那友邦 真的可以跟你再 再照版煮碗煮多一次 是不是 所以變了 你除非找到一些紅錠 看淡啊 我們不要做了 因為我們都跌到害怕 簡直是 那些窩這樣動 所以變了我們就沒有特別做到產品了 還有你說称Pbook 也不是便宜 如果你有幫助 當然你說保險股称Pbook 怪一點 但是都賠幾 你見平寶都是0.幾 是的 所以變了 變了 謹慎一點 好 今天就差不多了 看著外匯膠 看著啤晴膠 試一下A股EDF 有沒有可以膠 我覺得這些都是 短期內可以關注一下的辦法 很好啊 這樣的市房都有三樣膠 是啊 不包生仔 希望下次回來的頭 保持這麼高 記住不要剪髮 否則沒有東西 保持這個造型 好 要問問Martin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呢 我是金管局持盤人士 剛才是港股 我是沒有持有的 謝謝 好 謝謝Martin 我們下次再談吧 拜拜 好 多謝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